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间总结 我是Vicky和英文 这次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 中午收市全线向上上证 综合指数升43点 报2933点 护心300升73点 报3741点 深淨成分指数升198点 报902点 创业版指数升29点 报1485点 行指方面 今天中午收入28,150点 升651点 国欠指数升248点 报10756点 大市成交有636亿 这环节有Arnold和我们的嘉宾 Hello 你好 中央电视台报导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通了电话 愿意在G20峰会见面 消息令恒指升600多点 而且看到升势仍然可以保持到 成交额也多了 有600多亿 但今次的消息反映着他们会见面 值不值得真的憧憬协议会达成呢? 其实今天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短线来讲 都离不开说 习特会的相关因素 现在就说电话就出来了 其实最大的分别 和以往大胆普的言论有什么不同 就是央视都有说到 是确认了这个电话 而短期来讲 也都说 除了说习特会有机会出现之外 在习特会前 也都说 之前一直都没有做事的 那些工作团队 有机会再上个谈判桌面 在桌面上进行谈判 所以大家短线来讲 我想大家第一方面要留意 就是说会不会见到 什么时候有些贸易代表的团队 可能例如说 试图一个去美国 或者试图一边 可能由美国的人去中国等等 进行谈判 在G20峰会前 如果见到贸易谈判的话 我想对市况来讲 是会有个帮助 对G20峰会来讲 是会有个冲击在这 这一刻的看法是怎样 之前过去两个星期 经常都说 我不相信习特会 有什么实际成效出到来 始终我觉得看法 都是说中美贸易战的情况 会有机会升级 现阶段这样的消息 其实就未至于 足以扭转我的看法 只不过两代领导人 会尝试为贸易战上 进行谈判 但是会不会去到G20峰会 最终都是没有结果 仍然觉得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由于这个冲警 明显地浮现出来 而最重要 为什麽过去两个星期 就算之前提及到 提及到 有机会进行谈判 不过大个市 都没有什么弹气 原因就是 中国方面一直以来 都未有回应 而且在文章报道上 亦都说中方的态度 相对比较强硬 但是今次见到 央视亦都报道 未来两个国家方面 有机会为贸易战 可以化解的话 我想短线来说 始终都预料反弹势头 会继续 但是可能纯粹 以夹淡仓的心态为主 至于你看图表形态 这一刻 我会建议大家 近期之前高位 就是30280点 这些位置开始调整落力 近期大约是26671点 这些位置 当初步见底 就看看反弹幅度 可以反弹多少 而图表形态上 有一个黄金比率 经过今天 一个大列口上升 升了差不多600几点 整体的反弹幅度 是多于0.382 反弹一半左右 大约是28400 我觉得最极限 大约是28900 29000点的位置 如果反弹多于0.618 可能真的是 我看错了 贸易战的情况 可能真的没有想象中 那么悲观 有机会 好像重演 上年11月份的时间 接着重拾升势 有这个可能性 有机会 如果指数升至29000点 之前在这个位置见底 就初步确认 所以在这一刻 如何去部署 一直以来都建议逢高减切 而逢高减切 这个策略 仍然是没有变的 这些位置 不会建议大家 默默然入市 但是如果考虑去做淡仓 始终你看到 现阶段短线的反弹势头 夹淡仓的势头 这么明显的情况下 就会开始移动一移动 会建议 如果真的做淡仓 接近到28600 至28900 这些位置 才开始慢慢去分两三柱 去做淡仓 分散风险 而之前沽了 其实你始终夹到上 28500 我认为 你特别用衍生工具去做 有杠杆 譬如说750 也好 或者说 可能你买了一些 红正 或者是坡卵 短线来说 可能先止一止 始终反弹势头 比较强 如果短期后市 都没有跌穿 在28800 我认为夹到上去 接近反弹 之前整个调整浪 的0.618 就是上到28900 机会仍然相对比较大 看到有些好消息传出来之外 之前受着贸易战影响 比较大的股份 其实今天 也有一个很明显的反弹 当中看到信誉 今天也是行指城邑府里面 升幅最大的 升8% 也有大行 唱号 如花旗认为 星期二 信誉 举行的投资者会议 维持全年出货预估 是意外的利好 将会缓解市场 对于华为禁令 不利影响的担忧 提振短期情绪 高盛去完会议之后 预料它的光学产品 会为未来集团 带来增长动力 目标价70元 比现价低 其实之前市场 都一直担心 华为封杀 会令海外出货量大减 对于信誉的表现 也会影响 暂时来说 是不是真的不用怕 其实信誉今天相对比较多 你好消息 之前说中美贸易战的消息 你始终说 未来有机会有贩盘 有机会贸易战不升 大前提一定是 美国未必好像以往强硬地 封杀华为 现在大家看到 柱镬 也会冲进华为被封杀的可能性降温 从而令到华为出货量 比如前几天 你看到海外出货量未来 可能会跌很多 现在未来不封杀 又会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又会炒起 信誉光学 手机相关股份 是有这些条件 始终都有机会跟随市况 大一弹 甚至幅度会弹得比较多 另一方面 始终昨天信誉光学分析会议 或者公司管理层 对未来的展望 最令到市场变压 就是说 他们维持出货量 都仍然是无变 觉得现阶段 中美贸易战 仍然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特别是华为的事件 很多大行说 未来即使华为被封杀 对于他们来说 没有太大的影响 华为不做 他们都是以一鸡尸 一鸡鸣的心态去看 但问题就是 我之前过去一两个星期都在说 不会建议大家买这个版块 原因都是说换机潮 很大机会受到事件升级 而有所拖累 所以实际上我从来都不会认为 是处于一鸡尸 一鸡鸣的状态 譬如说华为被封杀 Samsung 或者内地其他品牌 或者小米这些 可以突然冒起 我不会有这样的看法 但正如刚刚所说 始终在G20峰会 即未来一个星期 在月底前 大家仍然会继续衷劲 中美贸易战的情况 有机会改善 大家觉得华为有机会 不会被封杀等等 这些因素 短期来说 对于信与光学 都相信会有个帮助 所以短线来说 我会建议大家 看80元这些阻力位 看看能不能够突破 其实整个调整势头 我觉得也有机会持续 所以同样的道理 都是看看能够反弹 几多 量度反弹幅度 去看0.38E 第一个目标 大约是82.3 我想有机会见到的 有货的 可能会放这些位置 但是你说要弹一半 甚至弹到0.618 由于基本因素本身相对比较弱 甚至会担心 现在说6月底 会不会未来 随时有机会发行警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担心的因素 所以真的不会建议大家炸这么久 手机版法仍然看得相对比较淡 所以我觉得借着这两个反弹势头 如果上到80元楼上 我想你就分两柱去走 320元这些水壁 即82.5元这些位置 走第一柱 如果还可以夹多一点 你剩下那一半 可能第二是87元这些位置 我都会建议走 好啊 最后跟Arnold谈谈谈平保 今天看到内险股都升得厉害 它都升了3.6% 亦有消息说平保 回购350万股的A股 金额达到2.82亿 成交区区间大概是19.8毫半 至到80.9毫三 其实今次亦都是平保 首次回购A股 令到平保升起上来 之前平保亦都宣布了 建议回购最多100亿元的A股股 A股股份 其实未来是否都可以 继续憧憬有更多的回购A股行动 还有是否都可以帮到股价呢 我觉得未必关于这些因素 其实你说正是进行回购股份 我觉得那个帮助性 刺激性不是太大 但相反地主要集中对A股市场的表现 你见到今天内地的券商股 很多都出现一些补复性的反弹 其实道理都是一样 未来如果中美贸易的情况 真的有所改善 不去打某亦战 A股反弹再继续反弹 甚至上证组合指数 上回3000点以上 应该是毫无难度 如果A股没有商业中那么差 无论是内险股也好 内地券商股也好 如果我发现 这个率非涉及自由 他的比喻费是!!! 被喻费的呢 只是负用回购股价 或者說是業務相對比較強的基本因素 一早反映出來的分拆因素等等 所以你如果看內險股也好 內地券商股也好 短線來說都是關於貿易戰的因素 所以短線我覺得有條件反彈的 但是你說拼不補 反彈勢頭我覺得如果有機會上到 接近之前的高位價5元這些水平 我都建議大家移過去 審慎一點 減遲 因為始終我自己都是對於中美貿易的看法 都是比較負面的 謝謝Anno 詳細的分析 明哥同意申報 有沒有持有以上提供的股份? 都沒有持有的 謝謝 今集節目就差不多 稍後回來會有其他直播節目 稍後見